Hello 大家好 我是永哥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早上跟两个小家伙打电话的时候 他们说想看一看西湖 刚好我们今天晚上也要出发去台州了 然后我长这么大也没看过西湖 就去看一看吧 看杭州昨天还是那么大太阳 今天就下雨了 这温度多 这温度多舒服 现在要赶去坐地铁 然后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吧 小男说是半个小时 罗斯福还要打发伞 这小雨不怕 这种天气多舒服 地铁就在对面 我们现在就坐地铁 到了到了 地铁站就在这里看 这地铁站着实有点大呀 看 空框框的也没几个人 好久没坐过地铁了 在农村待了几年 现在我们来买的票 哇 不能用了 那就这个吧 罗斯福来买票 五块银张票 我没现金 罗斯福买票 票出来了 好像都是这种地铁卡 好像是在这边 我们问了一下 那个公众人员好像是两边都可以到 我也不懂 看一下先 就是往这个香湖方向 就在这边坐 先下后上 当心选下 到了人山人海有好多人 现在我们从地铁口出去 小西把路线已经告诉我了 人太多了 这什么概念 这马路这个十字路口 人也是人山人海 这景区就是人多 那边也是人山人海 我们选的时间不对 不该选的新天来 新天 因为 出来上新的人多嘛 但是过了今天我们又没时间了 我们今天晚上就要赶去台州了 贝贝 爸爸来给你们完成你们的小心愿了 看这里人多吧 等一下爸爸就可以在里面看到西湖了 这两个小地方可以在他爷爷的手机上面看到 所以要我拍个视频给他们看 为了完成他们两个的小心愿 冲吧 没办法了 这好像也没什么看的 就一个湖 然后其他剩下的就是树跟人 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是我没看到还是没找到 就是有那种 湖面上的游轮 那不是游轮 船吧 就是那个木船 这个是野鸭吧 这个应该是野鸭 西湖荡桥在哪里 西湖荡桥应该在那边吧 那边景色好一点人也多一点 去那边看一下 我来的好巧啊 刚好我来西湖的这天就蒙蒙细雨 看我能不能偶遇一位美女小姐姐去试试 说师傅 找我们去偶遇一下 你看 好多鸽子 看这个鸽子飞起来好漂亮 全部飞到树上去了 贝贝你们两个看一下 这个船你们喜欢吗 上面好多人坐哦 爸爸有时间带你们两个来坐 这是大爷大妈自己跳舞的地方 看好多老人家 看这个什么亭湾骑士 有个亭子 那应该就是这个亭子吧 就是我面前这个亭子 哇好多鱼 我发现航州这边不管是河里还是湖里 都好多鱼 你看 朋友们看我转错了 断桥在那边 我走这边来了 刚刚忘了 刚刚问了一个大叔 他说断桥在那个塔下面 那又要重新走回去 还要从那边转过去 我此行的目的就是看一下断桥 然后拍一下西湖的景色 让熊熊贝贝看一下 走吧 罗师傅 走 走错了 走错一个方向了 走到脸上都冒汗了 他们有那种电动车 但是都是往那边走的 往这边走的没有 我家熊熊贝贝最喜欢这种地方了 能跑能玩 好玩的有鸟啊有松鼠啊 如果带他们两个来 那我一个人会累得够呛 还好他们两个小家伙 只想在视频里面看一下 罗师傅中午吃多了是不是 你看肚子好大 走向着断桥出发 反正今天无论如何要看到断桥 哇这景色好好 花呀草呀树呀 好老的木灯 终于到这边了 走了十九二十分钟了 这西湖看起来不大 其实走起来还蛮久的 总共从那边走到这边 估计差不多半小时 罗师傅现在拿着手机在抢票 我今天白天忘记买票了 如果抢不到票 今天晚上要站得过去了 只能选站票了 反正来了吧 我到断桥去走一招 那也等于白来了 反正熊熊贝贝要看的我也基本上都拍了 他们两个就喜欢看一些动物啊 然后床啊 现在离断桥很近了 这国外的朋友们 旅街不行了啊 像这种游艇 国外好多 看后面好多人 这就是断桥吧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啊 反正这座桥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座桥 我也没来过 如果搞错了大家别笑我啊 黄州的朋友别笑我就行了啊 因为说实话我问那个清洁工大叔 他说 就那个塔底下那这桥就是断桥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座 我再走过去看一下 看他到底有没有断 哇这湖上好多小船 那边那的塔是不是雷锋塔 反正我是不知道啊 这座桥我现在走完了 从桥那边走到桥这边 我也没见到桥那里断了 不会是我搞错了吧 反正 不管是不是断桥 反正我来过了 也不虚此行了 而且熏熏辈辈想看了我也都拍了 嗯 也可以了 回去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视频剪出来 然后明天发 因为怎么讲 明天我整天都在高速上面 要到凌晨才能到家 然后明天 怎么样都拍这个视频给大家解解散吧 后天就会更新 我在台州的视频 跟到家的视频了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让大家久等了真的很抱歉啊 反正最迟后天 早上会到家 西湖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准备回家了 因为抢到晚上8点多钟的票 回去还要把这个视频剪出来 然后全部上传完 才能赶去杭州东站去坐高铁 赶紧看一下这有多方 怎么说呢 反正到西湖来了 这一趟实际就没白跑 罗师傅 走吧 我们回去啊 好了 我们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 没有看到西湖的国外的朋友们 也可以看看西湖了 就这样子 也没有多好看